公共場所的標誌設計系統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美術或者是設計的操作而已 因為它反映著這個社區裡面 大多數人認為一個理想使用這個空間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種內在的紀律跟秩序 它反映著這一群人覺得怎麼樣的生活方式是比較好的 譬如說在交通的空間裡面 大家會覺得說怎麼樣完成轉乘 怎樣完成進入跟離開 這個動線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所以大眾空間裡面公共空間裡面的標誌設計系統 今年累月的被使用它會形成一種社群人的自我的集體認同 也就是說我們是認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是比較好的 所以標誌設計系統它不只是單純一個符號系統而已 它其實是人們社群人認為理想生活方式的在線 所以它很重要 比美學更重要 日本跟台灣是同樣東方社會嘛 所以我們在料理集體生活的時候 其實有它的文化趨近性 但日本做得比台灣好很多 那選擇GK Design是他們在大眾交通運輸系統裡面 其實有豐富的經驗 在公共空間的交通系統裡面 其實有兩個問題要處理 第一個問題是說怎麼樣做區隔 有不同的動線 那第二個方式是怎麼樣在人們的選擇裡面做到最有效率 比如說GK Design在設計新速車站 還有在設計北路富山輕軌電車的時候 他們在這方面其實做得很好 JR新速站是1989年的設計 然後富山站是2006年的設計 那這兩個設計都讓體現了 我剛剛講的說一方面在做區隔 那一方面在市民在使用它的時候 能夠做到最多的效率的使用 也就是說最節省時間 最省力 而且很快就可以知道站體的結構跟方向 到底是什麼 社會設計是面向社會的設計 所以它對應的是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 就是英文講 Everyday life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有三個面向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說你要Thinking the moment 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裡面 他的行動的點點滴滴的瞬間 往往是設計的起點 譬如說你站在一個路口要去往辨別方向 然後你站在很多個月台之間要做抉擇 這個moment就是設計的起點 那第二個是你在進行社會設計的時候 你所要考慮的是盡量多給使用者 更多他覺得生活的自由 譬如說我們在他要面對選擇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個比較沒有負擔的 不需要智力比較直覺的辨識的方式 那第三個是社會設計它對應的是 一般人在使用這個設計的時候 一段時間的感受 所以往往他從開始緊張要找尋一個答案 到最後很快的得到答案 然後恢復到一種鬆弛的狀態 這個moment也是社會設計的設計者可以操作 可以工作的一個點 要做一種裏劑的狀態 對我們互動的狀態 來自她 注射 就可以找到一個人的動作